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截至台湾时间7月22号中午 美国疫情告急 连续一周单日新增在7万上下 最新增加近6.7万人确诊 累计病患数已破400万大关 单日死亡人数也超过1000人 达近一个月新高 西班牙进入日增1500人上下趋势 最新增加1300多人染病 累计31.3万多例确诊 官方表示新一波群聚感染 集中在加泰隆尼亚和雅拉冈自治区 英国日增趋势在陈县下滑 最新增加445人确诊 全国累计29.5万多例染疫 法国正尽力维持趋势 在低于千人趋势 最新增加584位患者 累计全国17.7万多人确诊 德国疫情曲线仍起伏不定 过去24小时增加403人 累计20万3890例确诊 日本最新单日增加病患数 达疫情爆发后第二高纪录 来到632人确诊 累计达2.6万多人确诊 疫情镇央东京都 政府强烈建议接下来四天廉假 民众居家防疫 南韩日增病患维持在60人上下 最新确诊人数在天45例 约一半来自首尔最新的 疗养院群聚感染情形 全国累计13879人染疫 中国过去24小时新增14例确诊 其中9人都是新疆本土病例 累计83707人染疫 印度疫情难降温 最新增加3.9万人染疫 达第二高纪录 累计全国病例快达120万人 首都新德里新增确诊 首度低于千人 但更多省份加强防疫措施 新加坡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 直逼400人 达一个月以来新高 目前累计4.8万多人确诊 印尼疫情似乎进入高原期 连日新增在1700人上下 最新增加1655人确诊 全国累计近9万人染疫 这币 这币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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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